書法字貼, 黑牙貼的金句 磨刻看電視, 小心大禁事 大家要記住 師母 放上心口 馬利亞的手勢拍得著吃神 簡直吃極不厭 就算好吃也不用這麼吃 你剩下豬肉, 搞笑要有氣力 不用必有氣力 沒氣力, 哪有做到紅包的搞笑藝人 我沒想到要做什麼藝人 你吃飽就好, 回家, 別在這裡獻世 就算你要留我, 我也不肯 我和你不同 我是個好學生, 我很受規矩 簡田, 光芝 我現在要上學了 你這東西整天照著學校, 煩死人 大小姐, 你也很換身上學 不然就遲到了 你這樣說算怎麼樣? 以前還在這裡睡覺 怎麼可以讓客人在家自己上學 你這個有, 今天用這個藉口不上學 大小姐, 你真厲害 有這麼多藉口不上學 你們倆真是, 為什麼這麼想我上學 如果我真的去了上學 那豈不是不可以和人在一起 管家是服侍主人的人 管家是照顧主人的人 管家是負責好好守護著主人 一切起居生活的忠誠使者 你這個故事是廣上一個更漂亮的藝娘 用生命去娛樂另一個少女 為她的主人變身 送上無敵殺必死 這次不是, 我現在才想起 其實阿丘她一直都喜歡阿薩皮 怎麼辦呢? 來… 另一個人… 香港大家出身 最新人的藝人 這是一個藝人的藝人 由我們來 我知道 你應該是給你創新心 進行的藝人 真是嗎? 你的藝人的藝人 去哪走うて 我現在可以綱全身 這次是這次藝人的藝人 就是牲 institutions 何變成一堆 那自己藝人的藝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樣我才去當 最佳不過 當你見趁你來往 以貓耳模式落地獄 氣死我了, 殺鬼真是牛皮燈籠 難道我做得這麼明顯 他也留意不到我想跟他在一起嗎 真是蠢材似頓都死 快啟動做火, 煮米素素誰放 阿嫂, 你很喜歡打嗦嗎 是呀 你喜歡年紀比你大還是比你的女生 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想問我喜歡什麼類型的女生 是呀 阿優和阿薩的關係是因為誤會而開始 我一定要搞清楚阿薩的想法才行 他這樣問我 難道這套動畫已經發展到 我和瑪莉亞小姐的愛情篇故事 知道了, 當然喜歡大過我的愚者 雖然人家經常說羅莉有三好 但如果要拍拖就是另一回事 你等愛情篇, 肯定是止期 他這個反應好像很失望 究竟搞什麼? 阿薩 快點來 是, 我馬上過來 對不起, 我們遲點再談 阿優今天也是請教人上學 說起阿優 上次想進來的那個可疑人物 聽說是三千遠街的新管家 我上次不斷看過他一眼 好像是個年輕人 是呀…而且他還長得很英俊 是嗎?他看起來沒什麼特別 這樣的話, 我們一起去看一次 阿薩, 你穿這套衣服給我看看好不好 但是橫看怎麼看, 這套衣服也是女生衣 不要緊, 尺寸應該是對的 不, 我不是說尺寸 幹嘛要我穿女生衣服 你問我為什麼?因為我覺得配你 女生衣服怎麼配我 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配 但如果不求不找些東西來穿 我又怎麼可以跟你在一起 是呀, 別說那麼多了 不要, 停手 不要, 停手 居然要我穿這種水手服 實在太過分了 不是呀…我覺得你穿得很好看 無論你怎麼稱讚我也是沒用的 對了, 相機… 不要, 你別拍了 你別打算拍下來給人看 有什麼所謂, 拍下來是榴槤 這樣有什麼好榴槤 被總管家看到我這樣 一定炒我魷魚 求求你不要拍了 拍水有什麼問題? 其實是這樣的 前天總管家古拉斯 和阿薩做了一次管家特訓 所謂的特訓其實就是特別訓話 管家一定要有男子氣概 你聽清楚 身為三次院階的管家 任何時候都要有身子風度 隨時展現黑汁事的風化 加上現在是講求男女 互相尊重的年度 就更加不可以不善男子氣概 如果你做不到 就拜託你自動給我滾 是… 什麼古拉斯這樣跟你說? 那你現在明白 我為什麼不可以讓古拉斯先生 看到我這身打扮 不知道古拉斯先生不可以看到 連瑪莉亞小姐也不行 讓她看到我這個樣子 我死了會好過 那現在怎麼辦? 如果你死了會很難過 瑪莉亞小姐 我還在想你在這裡搞什麼 原來如此 不是, 是大小姐逼我這樣穿 哪有? 是她自己說我想試試這樣穿 我哪有這麼說 阿薩, 你不用擔心 我是絕對不會以為你有女裝癖的 那就好了 等我還擔心瑪莉亞小姐 你會因為這樣而誤會我 話說回來, 阿優你真是 人家覺得阿薩這樣做很好看 就算是這樣 也不用她穿水手服 就是, 說得對, 我是男子 是男子來的 換句話, 我就覺得阿薩 比較適合穿這些飄逸的女士衫 連瑪莉亞小姐也敢對我 你覺得這條裙子 如果比阿薩穿好, 好不好看 好就好 不過我覺得粉紅色會穿可愛一點 粉紅色會穿比較可愛 對, 粉紅色會比較好 大姐了, 她們倆當作是 媽媽或是黎佳娃娃 那我怎麼保持男子氣概 這件呢? 阿薩, 靜靜雞 阿薩, 你想去哪裡? 你千萬不要穿這件水手服 從這家大屋走來走去 但是我還有很多事還沒做完 你先過來吧 試衣服也是管家的工作 不如你試試這套吧 你們這樣做得很過分 你現在… 完全不覺得你是男子 如果碧古拉斯先生看到 他一定會解僱我都解僱不及 你也說不用擔心了 別用這種眼神看著我 那倒是, 我們會害羞的 害羞的應該是我才對 只是這樣說, 你的衣服真的很合襯你 寶寶, 你覺得吸不吸引嗎? 寶寶, 你別這樣 雖然我知道你是一隻野獸 但是也不能做這麼野獸的事 快點滾開 你有三百多公斤那麼重 摘死我嗎? 我為今天才第一次看這套動畫的朋友 解釋一下 這隻叫波波的老虎 瞞著阿休, 他會說人話的事 千萬別問他為什麼會說人話 馬利亞, 其實波波是誤認了阿薩 做個可愛的貓奶而怕去 還是波波覺得阿薩是個可愛的男孩 而攻他? 不知道呢 如果這樣看 我想以後對波波的教育方針 要改變才行 在你說這番話的時候 阿薩可能會就這樣死了 波波, 不要, 住手 有什麼手為我, 很快就可以了 真的, 你替我適可而止 死吧 你這隻白癡老虎 壞了, 一隻就是那張波波 雖然外表是個女孩 但內裡仍然是個魔鬼 總之要先換衣服 如果被古拉斯先生看到的話 今天的天氣真好 這種天氣最適合就是出來花園 和花聊聊天, 散步 他在說什麼? 別管了, 三十六計, 走為上計 別走 你這個還沒得我批准 一隻闖進來三千院家的變態佬 阿薩怎麼會說我是阿薩? 所以唯有這麼做 正蠢在 你以為能進來 還有機會趁急回去嗎? 那是古拉斯 你的速度很快, 快追到阿薩了 這次糟了, 再這樣下去 一定被古拉斯先生追到的 用蝴蝶劫遮住 你… 你這次糟了, 看不到 不過人類往往在緊急的關頭 都會激發出沉述的潛冷 不用眼看, 要相信自己的心眼 你這招果然走不通 真是不堪一極 不是吧 你那個變態佬打算做什麼 對不起, 古拉斯先生 很對不起 對不起 來吧, 快點換個衣服 謝謝你, 瑪莉亞小姐 阿薩, 你別這麼說 我不好意思, 就真 不, 瑪莉亞小姐, 你好體貼 無妨你,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謝謝你, 瑪莉亞小姐 這次全靠你 你不用瑪莉亞, 填瑪莉, 好 阿薩, 你還快點換衣服 我把上頭的閃卡 去出賣朋友區了 大小姐, 千萬不要 我和你開玩笑 原來阿薩不僅請到新館 另外還請到新女僕 真不愧是三千元 不過這個新女僕挺可愛的 他們好像很忙, 不如我們回去吧 那就好, 反正午餐廳就完了 其實下午那幾堂 不想也沒所謂 為什麼學生會三明祖他們 可以輕易通過三千元家而密的保溫系統 這是一個謎 剛才那個楚楚可憐的女孩 到底是誰來的呢? 如果讓我再遇到 我一定要向她表霸 看怕阿薩會不幸過春風道理面 很熱… 不知靈奇同學她現在怎麼樣呢? 好痛啊 你那隻波波推倒之後 又被姑奶師先生踢了一腳 令我走身傷心 真的難為了你 醫情小姐,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睡醒之後出了房間就當是失路了 我一直走…很累啊 這樣真的難為了你 你不是吧? 那些花樣感還差得沒人有 你也來過我家有多次了 你來過多少次都會當是失路 這是迷宮 你不是說得這麼恐怖 好了…現在已經很晚了 不如今晚就在這裡過夜吧 醫情小姐 等一會兒我會幫你打電話 通知你家人 那麻煩你了 你也快點睡吧 好, 晚安 醫情小姐今天應該看不到我 穿她噁心的女裝吧? 別想了… 今天還是早點睡吧 瑪莉亞小姐, 這麼晚你還沒睡嗎? 對, 平時阿優很怕黑 要我陪著她才能睡 不過今晚有醫情小姐陪著她 所以我就可以出來輕鬆一下 那你一會兒也不用陪她了 對 原來瑪莉亞小姐你懂得打桌球嗎? 對, 懂得一點 如果你不介意, 不如我們再玩一局 趁這個機會 可以跟瑪莉亞小姐這樣說清楚 我…她今早才問完我這麼敏感的問題 現在又叫我跟她打桌球 難道今天… 我知道所以這麼黑仔 就是為了迎接這一刻 開始跟瑪莉亞小姐的愛情編 不過不用多久 瑪莉亞小姐就會為自己的口供 聲妄想而後悔 那我們就開始了 是, 大小姐她跟醫情小姐的感情 看來真的很好 醫情小姐對阿優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她們倆第一次見面 是在八年前的一個宴會裡面 這些鬼玩符讓我認識 哪些不是鬼玩符 小姐姐 是我很用心畫出來的漫畫 是漫畫? 好像你刺人, 應該是敵人 她在裡面有個長脈熙 我看不明白你的火星脈 這張是迫殺六人斬 你千萬不要再玩這個模擬的漫畫 我們一起出去玩玩好 再玩玩… 真的嗎? 你又不會當我滿滿寶 你幹什麼? 誰給你拿來看的? 給我 你是否想笑我? 接著怎麼樣? 什麼?那漫畫之后的白展是怎麼樣? 你本漫畫我覺得很好看 他們兩個就這樣認識了 阿休和依晴相識了幾十秒之後 你跟我結婚吧 就是這樣,他們兩個就成為了好朋友 是嗎?不過依晴小姐也很厲害 是呀,居然看得明白大小姐的漫畫 你說得很對 現在阿休應該在跟依晴說一些 只有他們兩個才能聽得懂的故事 這個時候,在阿雅斯巨石出現的最終武器 無限螞蟻製造裝置啟動了 在這個裝置裡跑出來的螞蟻 在短時間內把世界上所有的砂糖 都搬到地底 全部集中在大將軍上 為了把砂糖剩下,勝之用者唯有出征 不過老實說,大小姐的將來真是令人擔心 阿雅斯,你打得不錯 你在哪裡學打桌球的? 我讀初中的時候 在美式酒吧打過工的 未成年都可以在酒吧打工嗎? 算了,不要問這些了 既然要玩,不如我們離譜算分 這個提議不錯 其實我只是隨口說說而已 玩玩無所謂的 好,那我們有什麼規矩? 這樣吧,贏了一方 可以依求輸的一方做一件事 這樣的話,你覺得怎麼樣? 你說真的嗎? 但是這齣動畫也不少小孩看的 很容易被家長投訴的 是呀,那阿薩 你打算贏了之後,要我做什麼? 沒什麼,也沒什麼大不了 阿薩,你太輕敵了 你真的想贏我的話 連0.1%的機會也沒有 好了,這樣我們開始吧 我想問,如果我輸了 你打算叫我做什麼? 我先讓我想想 如果你輸了… 對了,你欠個 那一億五千五百八十二萬 三千九百七十五日圓太靈丁了 你不覺得很難記的嗎?阿薩 一億五千五百八十二萬 三千九百七十五日圓 這個數太難記之餘 還要經常讀錯NG 不如你就補上零頭 齊頭,欠夠兩億算吧 我今天已經夠黑仔了 照現在的形勢來看 原來瑪莉亞小姐是終極波士你 不行,你阿菊我不可以輸的 只不過在勢力懸殊的情況之下 阿薩連出售機會也沒有 對了,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真的輸了這一局 就變成欠你們兩億 那我怎麼還錢給你們呢? 那倒是,怎麼看你也沒可能還不了 就是了,所以我想你說的話 就是開玩笑而已,對吧? 你覺得我像跟你開玩笑嗎? 不覺得 不過有個方法可以給你還錢的錢 沒事了,現在輪到你打了,阿薩 是 不行,一定要想辦法扭轉劣勢才行 其實還有一個筷子的辦法 可以讓你還錢的錢 不是很難的 就是你和阿休結婚就行了 你…你叫我和大小姐結婚? 阿薩,你打不中了 Liko不算了,你弄得我分心了 現在正在比賽,你不可以這麼加茅 接下來只要我打入這球 阿薩的欠債就會變成兩億 到時候你唯一可以還錢的方法 就是認真地追求阿休 我…我是絕對不會和大小姐結婚的 難道你不喜歡阿休? 不是,不是這樣 如果因為要還錢 所以才和大小姐結婚的話 這樣我其實… 豈不是只為了一個錢 才和大小姐結婚 我只是假設是假設而已 而且大小姐也不可能看得上 我喜歡這種人 萬一真是這麼幸運 我也不會做變態怪叔叔 絕對不會這麼做,是真的 大小姐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人 她絕對是我的救命因人 自問我又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阿薩這個小孩真的很正直 我真的不應該這麼做 我不應該試探阿薩的想法 或許就讓她們倆順其自然發展 會比較好一點 瑪莉亞小姐,你在想什麼? 沒事,不好意思 現在輪到我打了 又會失手的 好,看來我還有機會反敗為星 很棒,贏了 恭喜你,阿薩,這局你贏了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 要你做什麼都行? 是呀,沒錯,是呀 太好了 在同時顧及翡翠台 和J2兩邊的尺度之下 只不過我… 我看你首先要想辦法 搞定你身後的惡魔會比較好一點 大小姐 阿薩,你剛才那個人渣算怎樣 沒事,你別誤會 阿薩,你給我聽清楚 如果你們對瑪莉亞有什麼不鬼企圖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的 氣死我了,還是進入了我了 我竟然還想… 以前我們回房間 我先走了 阿薩不幸的A-T-T-T 這隻機器,終極BOSS大小聲才行 對了,阿薩 其實你原本打算要我幫你做什麼 我只是想你原諒我上次弄壞了 我只是大老的事而已 不然是你只想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欠責管家果然是一個沒膽鬼 下一集會在白王學院 和十年一起戰鬥 我只要你覺得這隻有從生命中 在白王學院 我才會引來 看到你 我又有個不快的 拿到冰箱 你不要再問他 去水磅 在白王學院 你不要再問他 去水磅 你不要再問他 我會想要走 我會想要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